在护肤这条路上,每个女人都走过弯路,在经历过跟风买买买买后,最后都会回归理性。 然后你会发现,护肤其实也是大到至简,核心无非就是那基点最基本的,严格防晒,注意保湿,防止谈话,心情愉快,保持清洁,好好吃饭,经常运动。 不过,防晒的重要性,这几年我逢人都会强调一下,是的,防晒特别重要,一年四季都需要严格注意,尤其是货真价值的夏天,讲一万片防晒都不为过,网上有不少防晒教科书。 但是很多人都会疑惑,为什么我在积极涂防晒,还是会被晒伤晒黑,这是因为,紫外线里有有利A和有利B是长波紫外线有利A线让你变黑的,而中波紫外线有利B需要一个直发性晒黑的过程时间,先导致皮肤晒红晒伤,然后才能你过几天变得更黑,一般帮晒烧你的SPF指数针对的是有利B, 所以有不少朋友选购的防晒霜都只负责不晒伤,没有成分可以有效防晒黑,今天就推荐一波地狱式防晒大招,破坚你的防晒难题,为什么是地狱式?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没有太阳,选对防晒霜,防晒喷雾我们防晒,需要同时防UVA和有利B这样还能避免出现光晒老,所有的防晒产品包括防晒霜,防晒喷雾, 上都标注了SPF和PA两个参数,分别是代表预防UVB和有VA的防晒指数,购买防晒产品是,这两个参数都要看,小Tips主案UVA的指数在瑞系产品里是PA,在美系产品里是Broad Spectrum,或者直接标明UVA UVB Protection, 建于今年注重的紫外线强度,建议大家选择SPF一般上班族建议SPF15加,室外活动建议SPF30加和PA是内PA加,户外PA++加的防晒产品,再讲讲防晒战中容易被录的重点吧, 一,提前20分钟涂好防晒再出门防晒霜,是需要一定时间沉磨的,一般需要15到30分钟,所以如果要出门,至少要提前20分钟就涂好,给防晒霜留下充足的时间沉磨变成你防晒的铠甲。 二,防晒是装前的重要步骤,正确的化妆步骤应该是,洁面,水属,防晒,装,衔,粉底,眼妆,定妆,如果一不小心忘了防晒这个步骤,记得在定妆后补喷一下防晒喷雾,亡羊补牢。 三,即时补涂如果在户外,每隔二到三小时,就得补一补防晒,室内等情况,可以适当减少补涂的次数。 几住得贵的防晒霜不及时补涂,有效成分也是几小时后就没了,如果气温高出汗多,或者是在游泳池中,更加需要频繁补涂。 即使选择的是防水型防晒也不例外,除了防晒霜以外,还有安全靠谱的防晒方法,那就是,选对防晒散不是,所有的散都有资格成为一把太阳散,它要有阻隔UVA和UVB的能力。 想找到一把好的防晒散,你需要挑选,一,标篇上的UPF值,40UPF值的是,纺织品防子外线的性能。 2010年开始实施的国标DBT18830-2009纺织品防子外线性能的评定中写到,按本标准测定,当养品的UPFGT,40,且TULA,AVLT,50%,可称为防子外线产品。 是不是看晒了?没关系,只要记住这句话就好,只有当UPF值,40的时候,才能认为这种产品防子外线。 二,散面大,弧度大散面越大越好,防护面积越大,但携带就越不一定方便了。 另外,除了太阳直射的紫外线外,还有通过地面或者其他物体表面反射的紫外线,这就需要散的弧度也防护,弧度越大越好,但弧度越大视线会被遮挡,所以在保证便携和安全的前提下,尽可能选用面积大,弧度大的遮阳散。 三,面色越深越好看的散浅浅色的,类似的并不防晒,在颜色上当然是要越深越好。 另外,要想延长防晒散的使用寿命,就不要用防晒散单于散使用,在潮湿情况下,会降低防晒散的防护能力。 顺对防晒一期时,大部分紫外线都能被普通衣服阻挡,颜色越深,越厚的衣服防晒效果越好,那还需不需要专业的防晒服呢? 如果你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,还是建议你购买的,因为防晒服有着轻薄、液杆、吸湿、颜色亮丽更醒目等特点,都是户外运动所需要的。 在正规厂商的合格产品前提下,UPF40加次外线过滤,可以达到98%以上,物实加可以达到99.8%以上,防晒秀有效吗? 答案就一句话,带了总比没带好,因为都是纺织品,像前面一样看国标即可,颜色越深,效果越好。 树发冰冰在节目中为防晒全身包裹,密不透风最后一个问题,穿防晒衣,带太阳吗?打伞,可以不突防晒烧吗?不可以。 基本计划题,关于防晒,关于架数,你有什么妙招呢? 素材,丁湘医生,大J小弟,女友杂志图片,SOOGIF.COM,网络动图封面,花与少年,那则本篇图文旨在分享,版权规员作者所有,在此向人作者表示感谢,编辑《摩扰女友》2018年8月刊7.15会又出阶。 编达1斤